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我九死一生 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也可以收听我制作的另一档节目 孤灯夜雨话胡鬼 好了咱们闲言少叙 开始今天的节目 雍正年间山东的东平县 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县官 他呀是为官清廉 勤政爱民 而且呀学问非常的高深 可惜呀 当时是大兴文字域的时候 清朝文字域贯穿清朝两百多年 顶峰时期呀 是自顺治开始 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 共一百五十年 这位学问很高的县官 九后是一时诗性大发 写了点啊 对这社会不满的诗词 这回可坏了 被排挤他的同僚 抓住了把柄 这一不小心是因言获罪 就被皇帝下令 斩首了 一家老小 全部是发配的发配 杀头的杀头 东平县的百姓们呢 对这县官的死 那是感到很遗憾呢 见没有任何人给他收尸 就筹措些钱财 把他这尸首啊 葬在了离县城不远的 一个小村子的山坡上 也不敢立墓碑 怕这官府还有不罢休的人追究 年复一年呢 日子呀 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到了什么时候啊 到了乾隆年间 大家呀 都淡忘了这位县官 也不太清楚 那座立在小山坡上的坟包 埋的是谁 也没人去想 管他呢 是吧 农民靠地吃饭 谁的地多 种的庄稼也就越多 收获的呀 当然也多了 村里的年轻一辈 仗着身强力壮 可都开始开垦农田了 你一铁签 我一耙子 没几年 就开垦到了那小山坡的附近 眼看就要挨到这坟包了 村里人哪 早就忘了这坟是谁的了 商量着 把那坟开了 还是移走 或是深埋呀 暂时 村里呀 有个叫李德佑的老汉 他可没忘 当年呢 这李德佑 还是小孩的时候 他就亲眼 看着这县官下葬的 他知道啊 这下葬的人 以前是个很让人尊敬的人物 一看到村子里的人 都商量着一坟 他这心里可就着急了 那坟不能动 动不得 村里的这青壮年呢 都很敬重这老人 就请教啊 为什么不能动呢 是吧 这老人呢 也没啥说法 只觉得是动这坟不好 他左看看 右看看 正好就看到这青壮年们 手里拿的这铁锹 灵机一动啊 咱们村里有一个老祖子 留下一个规矩 那就是玉坟三尺 不动土 这意思就是说呀 你们开田地是可以 但是啊 要遇到坟包的时候 这坟周围三尺之内 是不能动土挖掘的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听这李老汉 说的煞有介事啊 就听从了李老汉的话 开田的时候 对那坟的周围三尺之内 就没有开垦 而那坟呢 也就留下来了 时隔这么两三年 这李德又老汉的这小儿子 名叫李长远 是复经科考 李长远呢 当年才十八岁 但是啊 是天生的聪明 博文强继 这李老汉有四个儿子 其中啊 就属他最小 就属他最聪明 三个哥哥 跟李老汉一起 拼了老命的赚钱 送他上来私塾 李长远也十分的刻苦 十八岁这年 就正好赶上科考 老汉一家 对他的这次科考 那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古代科考 这可是自隋文帝杨坚开始 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三场科考磨成鬼 两次功名 误杀人 在古代科考 那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古代 对读书人十分的重视 明朝朱元璋的时候 你要考中了秀赛 那可以免除三次的死罪 而且啊 您看这电视剧 大宅大户的 都有这使魂的用人 可在古代 真实的情况啊 只有有功名加深的人 才能有使魂的用人 要是没功名 你有多少钱都不好使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王法 所以说 封建王朝 拿功名看得很重 在古代 考取了举人 那就是有功名了 国家给俸禄 也就是给工资 对于穷人来说 科考啊 那更是出路 北京的考场 在哪呢 在长安街 贡院都知道吧 哎 这就是当时的考场 没多大 每个小房子呀 就这么几平米 三天算一场 三场考九天 在开考前的 前一天晚上 这贡院里边啊 插着三面小旗子 头一面旗子 红旗子 冰冰拿红旗子 这么一摇晃 有请天地神灵 人神共建 什么意思啊 你们看着点 我们这儿啊 为国家求贤呢 紧跟着 拿第二面旗子 蓝旗子 忽悠忽悠着米摇晃 所有考试的 这些橘子们 你们家族的 这些长辈鬼魂 可以到现场来 这蓝旗子 是干这个用的 最后一面旗子 黑旗子 凤王旨意 各家冤心债主 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 过去说呀 公院里边 年年闹鬼 什么情况 说不清楚 三面旗子摇晃完了 插在这儿 就开始考试了 说这么几句闲话 也是呀 让您了解一下 当时的这科举状态 这次 李长远 是私如泉勇 发挥自如 几天的科考 对他来说 那是一如反掌 但他呀 毕竟 还是年少轻狂 产生了这 骄傲的心理 他不慎呢 把这文章中的 一个地子 哪个地啊 皇帝的地 地子上边那一点 给漏写了 在现在看来 一个字漏写了一笔 没啥大不了的事 对吧 最多扣几分 可是 那可是科举的时代 不用说漏一笔呀 什么 泛君王会 长者会 就是说啊 你考试的时候 里边有的字 与这君王 或者是家族的 长者的名字 里的字一样 都不行 更不用说 一篇文章中的字 漏写了一笔呀 最轻啊 都会被斥责是 学风不紧 而且 本次考试的科目 是一分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啥呀 是这李长远 这次是地字上边 缺这一点 这不就是 暗指要砍了 皇帝老子的脑袋吗 乾隆年间 文字狱 已经到了是 一次诸九族的地步啊 这李长远 出了考场 发现自己 漏写了这么一点 顿时下的是魂飞魄散 后悔莫及 他失魂落魄的 跑到这客栈里边 是几天来 是不吃不喝的 脑袋里啊 就寻思着 怎么能保住 是父亲和哥哥的性命 几天之后啊 这人就瘦了整整一圈啊 这天 李长远呢 正跟客栈里边待着呢 就发现这迎接 状元的队伍 朝他这边走来了 哪位是新科状元 李长远呢 迎接状元的这观力 是满面笑容的问 李长远 也是一头雾水 自己不是少写了一点 犯下了这灭酒族的大罪吗 难道这主考官没发现 是吧 几天后 李长远参加完电视 见了这主考官 把心中的疑惑呀 就对主考官给说了 这主考官呢 笑着就说 啊 那天呢 也真是奇怪 哼 本官看到你那地字上边 少了这么一点 虽不想揍你有大不敬之罪 但是 这学风不紧之错 你是怎么也逃不掉的 就在我要撤下你的卷子的时候 有一只苍蝇 停在那个地字上面 缺的一点之上 我怎么轰 他都不走 我一恼怒 直接用书本使劲一拍 没想到啊 正好成了缺的那一点 竟然 有这么巧合的事 李长远心中啊 也是庆幸之余 也有些疑惑 当天晚上 李长远是刚刚合一躺下 一个模糊的影子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吓得是差点魂飞魄散 仔细这么一看 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人 这老人可就笑了 小友不必惊慌 老朽啊 是来报恩的 那苍蝇 便是老朽所患 李长远 镇定了这么一下 敢问老张 您为何要帮我 我未曾施恩于你啊 啊 你虽未施恩于我 但是你的父亲 却曾施恩于鬼 老朽便是你村里 山坡上 坟包的主人 老朽在村中 是孤苦无依 连死后 所居之所 都差点移动 所幸令尊开口 使老朽免于灾祸 现在老朽特来回报恩情 李长远听后 是忙起身一礼 多谢老先生相助 老人没有受礼 只是自顾自的说 恩情一报 老朽对阳间留恋已够 也该去了 说完 话成了一阵清风 消失不见